国内中药行加速持续减少 根据卫福部统计 2005年有超过1万家中药行 但是到了2023年只剩下7637家 每年平均少了100家 而具有中药基本知识和鉴别力源源 在2005年有1583人 但去年呢就只剩下448人 受到少子化冲击就业需求改变 全台唯一中药专业细所 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国药学技中药资源学系 去年甚至决定停招 而为了解决中药行业萎缩的问题 卫福部研议要修改法规 该系今年确定不停招改为减招 而明年也渴望持续招升 并且放宽营业的资格 卫福部中医药司科长谢采贝就表示呢 目前规划收满中医大中资系 开设的34个学分核心课程 并且完成实习的话 且有一年的从业经验 毕业就可来直接经营中药行 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才留下来 根据统计呢 中资系毕业生高达三成都研修后中医 毕业之后呢 就改投入当中医师了 只有20%到30% 投入中药行经营 预计26号会邀集中医药相关团体 学界等共同开会 研商可行性 但基层药师协会理事长 沈才颖不满 认为此举等于是倒退到中药技术式年代 因为药士法已经规定 只要是药品都是药师管理 中药才保存也需要专业 应有药师介入才能保障民众的用药安全 政府要做的是提高诱因 让有中药资格的药师 愿意投入中药调剂 为药品保管 稍微放入中药 稍微放入中药 盖上水